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个很好的方法 一下子就能做出味美鲜嫩的大鱼 如果你还在煎炒烹炸的去做鱼 不仅口感不软糯 鱼本身的鲜味也会被破坏 这条三斤多的大草鱼处理完毕后 鱼身要撒上大量的盐 充分的搓洗干净 既可以去除它表面的粘液 最主要也可以去除鱼腥 想要做出鲜美的鱼肉 咱们首先要切开它的头尾 这时候会看到中间有个小白点 你能说出这根白线的作用吗 拍打鱼身就可以轻松的去除它 为了让它更加入味 鱼肉的反正面要拦上几道 由于草鱼的肉质紧实 所以两刀之间的距离缩短一些没关系 但要注意不要切断 处理好后加上葱姜和大蒜 接下来咱们依照视频的方式调制了之 比例都在屏幕上 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盐和糖都完全融化 浇在我们的大鱼身上 仔细的按摩鱼的每个角落 让大鱼的全身享受温柔的SPA 然后保鲜膜腌上10分钟 腌鱼的过程中切上一颗洋葱 这个没有要求 切块切丝都可以 把切好的洋葱瓶铺在淀粉包里 接着把整条鱼也放进来 再倒入腌鱼的料汁 没错 这个方法就是用淀粉包来制作它 直接按煮饭键就可以了 鱼肉在密闭环境中焖炖 非常鲜美 不需要油煎油炸 淋上炖鱼的汤汁 热油更能激发香味 平时咱们做鱼 大家也试一试这个方法 味道真的绝了